这一次是设计不良 结果路中间出现了耗直灯杆 台中龙景区中央路二段上的一间超商前 有一只耗直灯杆因为临近便利超商停车的空地 让用路人看起来好像是耗直灯杆就在马路中央一样 常常让驾驶一个不小心就会撞上 交通事故频繁 对此交通局回应说 未来将会加强路线的指引 提醒驾驶人注意 监视器排下路口处一辆轿车准备左转 没有想到一不小心直接撞上了路旁的耗直灯杆 灯杆直接撞进了车头 车辆动弹不得 驾驶急忙下车查看 附近的居民就说 这里经常发生自撞车祸 那个真的是设计的关系 这个下半个月就两次都自撞了 而实际回到现场 由于耗直灯杆设立的位置位于梯子路口 路本身就不大 再加上耗直灯杆就在便利超商停车空地旁 因此让不少用路人都觉得红绿灯就好像是在马路中央一样 驾驶一不注意 很容易就会撞上 对此交通局回应耗直并非设计不良 而附近也没有其他空间可以设置耗直灯杆 未来将会在转角划射红线和行车引导 提醒用路人多多注意 街角王神轩海中报道